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收听今天活祭的节目 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要继续跟你来探讨有关耶稣的一些称号 希望能够帮助你把你的心思意念完全的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过去几次节目时间我们已经看过了耶稣四个称号了 这四个称号就是奇妙的测试 和平的君 神的道 神的羔羊 好了今天呢我就特别选了一个跟神的羔羊这个称号 有强烈对比的耶稣的另外一个称号 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哎呀这个称号大概你不大注意是吧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羔羊和狮子的 有多么大的强烈的对比呀 但是耶稣把两者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咯 这就表明我们曾经提过的一个原则 那就是说每一个对耶稣的称号啊都显示出耶稣的一些很重要的 而且是奇妙丰富的特性 也可以说是他的性型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个称号啊 可以在启示录的第五章里头找到的 那这一章圣经里头呢 作者约翰形容他从天上看见的异象 是一个很庄严伟大的景象 约翰看见神站在宝座上 他就把神描写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记载的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拿着书件 里外都写了字 用七印封研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那这个书卷呢 是有关人类的前途和终局的 当然约翰渴望知道神要启示些什么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教训呢 就是说力量不够去打开那卷书卷 虽然是有大能的天使啊 他大声的宣传 但是没有人反应 没有人够资格 因此约翰呢 非常的忧伤 那么紧接着他就继续这么说了 因为没有配展开 配观看那书卷的 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哪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哈以得圣 能以展开那书卷 切开那七印 那么谁是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呢 那就是指的了耶稣了 他是大卫的根 大卫从他那里接受了王权 那现在呢 约翰看见那个宝座 希望看见这头狮子呢 但是他看见一些十分不相同的景象啊 那这个景象是怎么样的 我们再看看经文是怎么描写的 我又看见宝座和四活物 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灵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好了 弟兄姐妹 听众朋友 你看见了吧 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耶稣被宣称为 是一头狮子 但是约翰看见的呢 只是一个被杀的羔羊 那现在啊 约翰就继续讲 他所看见的这个羔羊和狮子了 这羔羊前来 从座宝座的右手里 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群 和圣满了乡的金炉 这乡就是众圣徒的祷告 他们唱新歌 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盖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歌族各方 歌名歌果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 归于神 在地上 执掌王权 我曾经提过 神的羔羊 他的血 能够赎罪了 逾越节的羔羊 只能够暂时的赎罪 但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 他也是羔羊 靠着他的血 就能够永远得赎了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了 那就是羔羊变成了狮子 还有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这个称号 是一幅永恒的图画呀 一个耶稣永远的称号 耶稣不单只有 人性的一面 他还要坐在神的右边 永远受称颂的 可是他仍然号称为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犹大支派当中的 这些所指的犹大人 这几个字的原文 是犹大而出来的 是从犹大而出来的 那么耶稣的身份 并不是短暂的肉身的人性啊 他已经永远成为人 同时又不失去他神性了 那进一步说 他与犹太人的认同 并不是短暂的 他永远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他跟犹太民族来说 是有着很特别的关系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圣经真言书 论到有关狮子的一段话 这是真言书的十九章 第十二节的记载 经文这么说的 王的愤怒 好像狮子吼叫 他的恩典 却如草上的甘露 那因此 耶稣这个大狮子 这头大狮子 他的愤怒 会叫人恐惧的 但是感谢神啊 他的恩典 却像草上的甘露一样的 那另外 狮子是一幅 无畏惧的图画 毫无畏惧的 真言书的二十八章 这里也讲到 恶人虽无人追赶 却逃跑 一人却胆壮像狮子 那因此 勇敢就是狮子的 一部分的性情咯 另外 狮子是一幅 不能够抗拒的图画 在真言书的三十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提到四种 很奇特的动物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狮子了 我们听听 圣经是怎么说的 步行威武的 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 有四样 就是狮子 乃百兽中 最猛烈的 无所躲避的 猎狗 公三羊 和无人能敌的君王 好 请你留意了 你要注意啊 狮子乃百兽中 最猛烈的 无所躲避的 耶稣就是 不能抵挡 完全胜利的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那所以 狮子具有 很大的力量 它是可怕的 可敬畏的 我们应该 惧怕它 但是 这里有一个 非常美丽的教训 那如果我们 接受了羔羊 我们就不用 害怕狮子了 在这幅 耶稣作为 羔羊和狮子的 混合的图画里头呢 代表了一个 永恒的原则 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 神的温柔 是非常有力量的 是我们能够得力量的一个途径 这个原则跟人的观点是根本不相同的 神说如果你想刚强的话就必须温柔 如果你想高升的话就必须要降悲 我们再来听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五节的经文吧 智慧人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识 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 变为愚拙吗 是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把人当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需要神机 悉尼尼人自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些蒙躁的 无论是犹太人 悉尼尼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因神的愚拙 总比人智慧 神的软弱 总比人强壮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段经文呢 是完全的代表了羔羊 在人的思想里头啊 他是愚拙的 但是神的羔羊 包含着神的智慧和能力的最终的启示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听保罗说 他的亲身经历吧 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 第七节到第十节的 又恐怕我应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所以 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猜疑 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伏辟我 我因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极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其乐的 因我在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 就刚强了 你看到啦 这就是高羊和狮子的教训了 如果你想得到神的能力的话 你自己的力量 就必须首先要削弱 你想高升的话 你必须首先要降卑 要谦卑下来 要成为一头狮子的途径呢 那必须首先学习 作为一头高羊 这是神的智慧啊 这人看来是愚拙的 这就是神的能力 在人看来是软弱的时候就彰显出来了 但是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啊 耶稣他一次过的证明了 神的软弱比人的能力刚强到多少倍呀 神的余拙比人的智慧更加聪明多少倍呀 这是从羊变成狮子的道理的总结 神的余拙比人的智慧不知道高多少倍 神的软弱比人的刚强不知道要强多少 希望我们牢牢记住 这是神的原则而不是人的原则 好今天的我们的时候啊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来看看耶稣的其他的有关的称号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